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界就不仅是香港是这样 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别人那些东西我们不能关心那么多 我们关心香港这些情况 花健的运动员 蔡俊燕昨天就出了一个post 在很难读的Fresh 社交平台上出了一个post 出完之后 最重点的是 今天他就清空了 清空了这个post 和所有的回复 回复 都清空了 他出了什么post 要今天清空呢 应该是这样说 是前日 因为今天22号 他出了一个post 昨天21号就清空了 那是不是他受到压力呢 还是他玩心理战 怎会我自己做过去 怎会我出了一个post 吵架你们 即是不要说吵架 我将我的东西share 出来 然后我自己判断 让你的人去猜 又或者 其实都不是有什么大压力 出了之后 想想想 都是压力 判断 都不奇怪 总言之就是判断了 但是这个世界上 除非你这头出那头判断 但尤其这头出那头判断 都是无法用的 因为实在那些网民 或者脑袋比你更加快 有cap.to 说download 他説死得好 但去了亦不定 他出了一個什麼文章呢 在這個20號 即21號昨天那些奧運運動員巴士巡遊 他說他列出了包括他在內 你既然那個羊什麼是祖詞 祖詞 什麼是零用詞 零用詞 零用詞 看看他們這些7,130元的隊友 是什麼生活 他說每個月7,130元 年薪是85,560元 其實我在想不太多年前 不過想想買了三十年前 用七千多元的稅源 三十多年前 他說每次外出比賽 他比賽是要自費的 他一年六次的比賽機票 報名費和食宿等等 基本開始 就共花55,300元 我看過他的細明明細 其實一看他就買便宜的機票 二、三千元 五、六千元 住便宜的酒店 什麼二人一房 沒有人三百元一晚 喂 喂 說真的 你不要想著 是三十年前的深圳 或者是三十年前的澳門 譬如我們以前去澳門 現在就說幾千元 四五千元 硬地 以前我們去澳門 去什麼聖地 阿哥 那類酒店 那類酒店 用來住那些 真的三兩百 真的有 住賓館 那些很粗的酒店 是以前的 你說住到 再見阿狼 即是劉青雲 去蟹口 那女兒 黃佩玲 黃佩玲 是不是黃佩玲 很好 那時候也拍很多杜琦風 好像是黃佩玲 那些可能是一百幾十元 那類 冷氣都沒有 那你看到她的名勢 吃飯每餐五十 這樣算 先算到 麥當勞不行 是啊 末月生 一連六節 外出比賽機票 就回去五萬五千多 百萬多元 連身 交除這五萬五千多 就剩下三萬零二百六十元 平均每個月的零用前 就是二五二一 她說希望列這個表出來 等大家明白一下 香港運動員的幸福指數 那這一句可能就是 算夠阿姐姐 對吧 我發覺 算夠師姐 我發覺阿江文慧 那個樣子不是像朱玲玲 我發覺他像雪姨 知不知那個雪姨 雪姨 落頭 是不是落頭 大口那個 是啊大口 你想想是不是有點像雪姨 OK 好了 她還回覆網民 他進演 她說 她說 一般來說 香港排名前四的運動員 外出比賽是有資助的 但如果排名在五至十二名的運動員 就要自費了 喂 如果香港能夠排到到第五至十二名 其實我會覺得不錯的 OK 他說 所以呢 最貴的一次自費比賽是今年1月參加法國世界盃分組賽 他說那個一定不參加不行 因為那個就是欠去奧位的關鍵一戰 那次基本勢費就用12000元 最便宜的一次就是今年5月的中國大獎賽 5日行程就用5650元 我看回行程其實真的很合理 很便宜 你給我 表你兩位是12000元去法國打比賽 值得機票 你看哪有這麼便宜 他説現在只剩3萬多元 2千多元個月 他說食宿決戶 當然你不能出家找朋友吃飯 三餐太太要吃 零 所以師姐説在香港做運動員很幸福 他說確實是幸福無比 他說這些追清單不是他的情況 他説部份隊友都會遇到這些情況 清空我這個post之後 有網民去Facebook和IG為他打起 他説心情很沉重 不要真的想像不到之後的結果會怎樣 你想想要想 說真話要想之後的結果 我年輕的兒子我就覺得很生氣 另一方面 Rion寫得出 我就不會刪除 不要害怕 他現在要搞你 他要搞你 你刪除了 因為真是 你便去post出來 真的 不是說謊 要不就沒有辦法 社會是這樣的運作 就叫噴春 後果會是怎樣 不要想著有網民支持你 那個監禁隊又怎樣 就會幫你 現在就看看你的教練 那個團隊 是否真的支持你 我覺得 要不然 以我對這些官僚架構的人 你一定沒有運行的 好了 香港體育學院院長蔡玉坤接受訪問 就說 周運動員的資助機制 下個月我們會進行檢討 希望在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完成 希望新機制 能夠在明年4月1日 就可以實施 今次這個檢討 也是用一個有闊度和深度去檢討 沒有整個資助機構和制度 除了錢之外 也會檢討配對條件 比賽是否合適 會全面去做 配對條件比賽是否合適 分分鐘 Drop了這個項目 幫我劍擊你 難Drop一點 因為有兩個金牌 老實說 你繼續這樣走 真的 真是好 全世界都有一些官僚 因為官僚也是社會穩定的其中一個 就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都不能太過份 你少少過份就算了 你問 好像上次河外行說 那要多少錢才夠啊 其實有市民不支持他們 有市民有勤有公氣無益 香港人要給你們錢去玩遊戲 喂 我住劏房 做基層工 你可以有錢做你去追夢 你還想怎樣 是啊 有這樣的人 說真的 他要求是萬多元 最低工資 我真的覺得合理得不得了 我真的不敢說 普通運動員都沒有世界世界優位 但你起碼給他們最低工資 所謂最低工資 即是 因為我雖然認為都少 起碼讓他們生活到 是不是 不是很多 多萬多元 多幾千元 你給他15000元 是不是好很多 都好 12000元都好 是不是 7000元 7100多 好了 跟進 昨天阿蝦皮 就拿了這個 Pokemon GO 的世界冠軍 網友就說 開心那奧奧運金牌 為什麼 因為奧運金牌 為建制 是你想的 我就不會 一樣開心 因為奧運會 包括江文慧 那個金牌也好 不需要說到 這麼想什麼 就算有國家資助 有祖國 有香港資助 都好 都是憑你自己 我認為這個最重要 香港資助很多 不是每個都拿金牌 那你電影政府 那你電影政府 就是 讀書都是政府資助的 是吧 好了 這些錢是我的錢 基本上 那 前 去年 Pokemon 這個 team 即是 蝦皮 冠軍 那個領隊 阿Sam 這個是 張樂衡 今早 在社交平台 分享 他說去年 獲得 一樣是 Pokemon GO的愛好者 港大醫學院內科 和江助科的 港助教授 因為他退休了 現在做港助教授 他 贊助了 皮液 令到鄭業佳 即是蝦皮 可以去日本參賽 雖然團隊去年 最終未能如願勝出 但是黎青龍並無窄怪 還鼓勵他們繼續打 希望香港隊 將來會贏 他就出了這樣的Post 這個就是 上屆 他帶領蝦皮去日本打比賽的領隊 張樂衡 阿Sam 他說 黎教授的故事 我好像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去年 我寄了封信給黎教授 內容大直是說 香港隊有機會成為世界第一 隊中有小朋友 有人要兼職賺美費 所以希望他贊助我們 過了幾天 他打給我 他說 阿Prince 是阿教授 他是阿Prince 即是王子 不好意思 我現在減了薪 收入少了 我這裏 不是很多錢 只有1萬元 不知道夠不夠 黎教授這樣跟他說 以黎教授多年的收入 我覺得 他一定是拿得多很多的可以 但是 他樂意捐1萬元 不能說他少 因為很多人 更加有錢的人 一元都不給 是吧 補充 阿聖補充 黎教授因為減薪工 才可以繼續以榮優教授的身份 做事 否則就要強制退休 這個我們是講過 這新聞 早幾年的 黎教授是甚麼呢 基本上因為他夠年輕 就做了教授 他夠了 所以 他真的在港大教書 拜登 不如香港大學 畢業的醫生 全部都是 möglich的 中方學生 當然 有一些年多便 我未必聽過去講 要不然全部都是 專業就是肝臟科 阿Sam繼續說 我沒有想過教授會給那麼大筆錢 支持我們這班去三五息七的人 我不停講多謝 阿Sam說 沒有想過教授會給那麼大筆錢 一萬元 為何他們會拿 覺得是那麼大筆錢呢 我就順應講講 這段時間我見到我們的老友 說很耐用 看個帖子 天天追擊 追擊誰 追擊這個 舒淇 舒淇搞了時候 舒淇也被追擊 不是美女舒淇 是導演 舒淇 就說他 喂 仙浪潮的年輕人 喂 拍這些東西 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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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 喂 他們想入行而已 喂 其實當然想入行 不是八粒八 他說 如果有心的 我就不信 他們籌真的有心的 他們籌不到十萬元去拍電影 為何呢 仙浪潮會給十萬元的年輕人去拍電影 這樣嘛 喂 叫你老母 好 舒淇是否很有錢呢 還是他離地離得那麼緊要呢 作為一個文化人 仙浪潮真的捧到很多好東西 不是 不是 我是說 年輕人 但是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拿十萬元出來的 就是 就是了 不要說年輕人 舒淇導演 我跟你們說 就算 三四十歲 你真的沒得說 你可以說 唸書不勤力 當然是做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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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什麼 難得到 可能是 就是了 但是 也可能 他條件不夠 他份工不是賺很多錢 又或者 他賺的錢 負擔很大 喂 沒什麼積蓄 有多奇怪啊 就是 年輕人可能和兒羅純皮的出來 特烈舒淇也是業界人士啊 不是 他說業界人士 而且我有看過文章 聽過節目 我又不覺得是這麼微地得緊要的 就是了 這麼涼薄 喂 十皮不是小錢來的 對 對一個年輕人 就是這樣 我就不信他 他籌不到 他籌不到 我籌不到 還有一個基金 讓他們可以安安心心 有一筆錢給發揮 其實都要很省很省 還以為先往前 就是可以自己發揮一下不好嗎 就是奇怪 好 他說 我沒想過 教授會給這麼大筆錢 支持我們這幫去衣服不適色的人 我不停說多謝 教授打斷我 他說 不過呢 我倫多大了 我不懂得用 你們年輕人的電子支付 等一會我收工呢 立即跑去銀行 給錢給你 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呢 教授在電話裡面跟他說 那阿Sam就 繼續寫 我以為他說 跑是開玩笑 誰知 如果我沒有記錯時間 他大約17.03分 就過了數 即是收工三分鐘後 就落堂 我想他應該真的跑去銀行 而且跑得很快 請大家 墮入我當時的心境 我在日日找贊助都被人貌 被人笑 被人無視 只是有黎教授 和另外一個郭大維老闆 向我們投下信任的一票 雪中重探 我這輩子都會記住 結果 我們小組就出局 因為開頭說 我們很有機會拿 世界冠軍 他沒有怪責我們 還鼓勵我們 輸了不是很大的事 繼續打 一定考第一 然後再文字補多個訊息給我們 I sincerely hope the Hong Kong team will win in the future 我衷心希望香港隊 在未來會贏的 在比賽賽場 有會場限定的精品店 裡面所有產品 就只在會場發售 外面是買不到的 我們買手信給教授 是最開心 最容易的事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他各樣都對 毛公仔他也對 膠公仔他也對 三副鞋物 連圓筆拆膠 他甚麼都對的 教授七十幾歲之後 很有童真 所以我就瘋狂地 掃了乘車禮物給他 香港隊的隊員 每個人都很感激黎教授 感激到違抗我話 我負責買手信的禁令 隊員 艾皇更加堅持用自己的錢 送了特別版的拉麵給家超 給教授 教授收到之後 又給我訊息 他說 Fans a lot for the massive gift 好多謝你們的後禮 I love all of them 特別是這個拉麵給家超 今年我就沒有找黎教授贊助 因為我怕教授覺得我們是新手黨 甚至乎是一班年年去騙錢的騙子 而且官方已經贊助了蝦皮的機票和酒店 所以財務壓力就花了很多 因此我不想輕易用黎教授這張人情牌 更何況別人和你非親非故 黎教授沒有義務和責任 連連贊助我們 德國每日比賽的情況 我就和他回報 我和他說 我們時刻都記得教授去年支持過我們 等我們可以有機會出去吸收經驗 令到我們有今年的進步 第一日比賽我們全勝 教授回覆我們 I hope you win 祝你們勝利 在後一路更新戰況 黎教授一路叫我們加油 有時會做鬼臉 我想是有些emoji 有時讚好 有時會發個老鼠仔的emoji 叫我們加油 最後我說 黎教授成功了 我們是世界冠軍了 他就派了很多很多的心心給我們 今早我才發現原來香港電台英文台有訪問黎教授 他說去年我們給這麼大份禮物去 他好不好意思 因為多到玩不完 他說 I am happy I am very happy I feel extremely proud of them 我很開心 我覺得很驕傲 不過我有些disappointed they did not ask me to sponsor them this year 但是我也失望 因為他們沒有叫我贊助 原來我是一直以小淫之心 讀軍事之福 我怕黎教授會嫌棄我們問他拿錢 誰知黎教授原來一直想找個機會 還一個他不需要還的人情給我們 因為他們送很多會証限定禮物給他 黎教授就覺得呢 就要還一個人情給他們 為什麼你會送禮物給黎教授 因為黎教授是贊助你的旅費 其實過去一年 我去了兩次旅行 每次都有買比嘉超手信給教授 但都沒有記出 因為我怕教授覺得我試他 賣幾十元幾百元禮物給他 然後一到夏天就跟他拿一萬元賺助 我真是以小人之心 讀軍事之福 在我心目中 這個冠軍黎教授是有份的 沒有再去年的栽培 給我們出去見識世面 就不會有今天的蝦皮 我覺得這些故事一定要分享 好的 我們先播張相片看看 誰是黎青龍 誰是Sam 很明顯 今天的黎青龍拗手 七十幾歐 七十五六 不細的 他今天就叫做 因為平時看見他的西裝是黃牛橙 很明明的 又有紙眼毛 旁邊的就是Sam 即是Pokemon的領隊 今屆也是的 OK 好吧 聰明的 休息一時 谢谢大家